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我相信有留意香港新闻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最近有很多悲奇的发生 治安出现了很多问题,抢劫、谋杀,甚至是无差别的世人事件 香港都被很多人讲笑地叫做国际大刀会,但那个刀是一把刀的刀 无毒有偶,有很多犯案人士后来都会被发现是白卡人士 现时,香港发生太多精神有问题,又或者情绪病患者 严重伤害他人身体,甚至是杀人的事件 有些更可以因为这些病,而减免了他们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 白卡在某一个程度上,有机会成为了一些人的免死金牌 令法律无法对这些案件作出公平的判决 我明白,这种法律全世界在很多国家都有 也明白,精神病患者都需要有他们的权益 但对于今天的香港,尤其是对于受害人来说 未免是有点不公平的 有很多很好,很上进的白卡人士,他们在接受治疗后康复了 并努力地融入社会,但可能因为标准和制度 有很多有心人士令到这些人不容易被社会接受 例如有人会利用白卡人士去犯罪 有人犯罪之后,将自己的责任推在自己的精神病和情绪病上 社会上也是出现过的,事例也不是少数 越多这些案件的发生,就越会令到雇主和他们身边的人却步 这些错其实不是一帮努力融入社会的人身上 而是因为的确有人在滥用机制,甚至在法律灰色地带游走 试想一下,现在大部分的案件,无论大小 有多少辩护律师在精神报告上下苦工呢? 有多少技术性操作,可以令到最后的判决反败为性呢? 这些是对康复者和受害者的不公,也是对每个人的不公 其实如果真的有精神病,就应该要去接受治疗 既然判断了是康复,也可以过正常人生活的话 就应该要负正常人应该负的责任 避免有心人令到白卡成为免死金牌 我认为白卡和精神病的标准可能真的需要重新界定一下 同时,相关的法律可能也要因为时势而改变一下 另外,希望大家除了正视自己身体的状况之外 在精神上,心灵上,譬如精神病和情绪病都需要关注 大家对于现时关于精神病人的标准和法律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记得订阅我,赞好和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